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在美国引发的大规模动荡 其暴力程度成为自1968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特朗普自骚乱一开始就表现出坚决镇压的倾向 6月1号他在白宫玫瑰花园说 如果哪个城市州拒绝采取必要行动保卫居民的生命和财产 那么我将调用美国军队为他们迅速解决问题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表达类似的意思 但是明确指出调动军队仍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般人有个印象 美国的军队是不能用来对付国内人民的 以往对付骚乱 最严重也就是派出国民警卫队 所以特朗普一说要派军队 外界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违宪 特朗普是个独裁者 有的人甚至PS了他在白宫对面教堂手持圣经的照片 和希特勒在集会上挥手的照片来进行对比 一些州政府也说 没有州政府允许 白宫无权派联邦军队进驻 那么特朗普究竟有没有权派兵呢 BBC说 简而言之 特定情况下美国总统有权派兵 目前美国有20多个州调用了国民警卫队参与平息暴力 国民警卫队是在各市州政府提出申请以后部署的 他是美军后备役 成员平时都是平民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 通常情况下 现役部队包括陆海空三军不能参与国内执法 但如果特朗普一定要派兵 还是有法律可疑的 这就是美国1807年通过的叛乱法 叛乱法说 美国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 调动联邦现役部队参与镇压任何州的任何暴动 国内暴力 非法聚集或串谋 依据叛乱法 如果白宫认定 某州局势已经恶化到无法执行美国法律 或者民权受到威胁的程度极其严重 总统可以在不经州长同意的情况下 在该州部署军队 叛乱法1807年通过时 授权总统派兵打击印第安人的恶意入侵 后来该法案屡次修订 涵盖内容扩大 允许调动军队参与平息国内骚乱 保护民权 因此美国法律专家认为 叛乱法可以给总统派兵提供足够的法律授权 德克萨斯大学法律教授切斯尼说 关键点是 这个事要由总统下决心 州长无需请求帮忙 那么美国总统要如何启用叛乱法呢 首先总统要发出警告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2006年的文件 启用叛乱法前 总统首先需要发表声明 要求叛乱分子解散 如果局势仍然不能恢复稳定 总统就可以签署行动命令 派遣军队了 通常来讲 总统启用叛乱法的依据是 某些情况下 地方政府不能或者不愿恢复秩序 另外一些情况是 地方可能需要军队的增援 不过也有评论人士警告 此次如果特朗普派兵 有可能激化紧张 历史上 美国曾数十次启用叛乱法 但是在过去近30年内 一直没有使用过 1808年 杰弗逊总统启用过叛乱法 19世纪用过几次 但是最频繁的启用 是在20世纪中期 美国民权运动高涨的时代 包括在州长反对的情况下 比如1943年 罗斯福在底特律 1957年 艾森豪威尔在阿肯瑟 1968年4月 马丁路德金遇刺以后的骚乱期间 林顿约翰逊总统向三个城市派兵 1960年代以后 除了1968年大骚乱 美国就很少启用叛乱法了 只有1989年 飓风雨果给维珍群岛造成严重破坏 引发严重抢劫 当地政府请求联邦政府帮忙 劳布什总统根据叛乱法 派兵帮助 美国上一次启用叛乱法是在1992年 罗尼金拒捕事件 引发大规模骚乱 时任总统老布什 应加州州长请求 调用近4000官兵前往平息事态 2006年 飓风卡特琳娜给美国造成极大破坏 国会修订叛乱法 旨在降低军队介入门槛 提升军队参与救灾的效率 但是在遭到多州州长反对以后 修正案被废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